可以说综艺上只要有唱歌环节 姊妹都会拿出这首原唱经验全场 无论是王俊凯还是人家伦都被重伤过 蒙探中杨迪饰演的法海需要一位有缘人 于是他上来就把杨子给pass掉 我的有缘人应该不是你 因为我的有缘人他给的线索是 唱功了得 这可把一生要强的姊妹气得不轻 立马开口证明自己唱歌了得 结果杨迪再次斩钉截铁地将她排除 其实也不怪杨迪如此不给他面子 毕竟杨子在综艺上的唱功有目共睹 每次一盏歌喉都会惊呆一众 像当初一首娃哈哈直接给孙洪雷听的怀疑人生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花园里花多真鲜艳 我那里有黄照 咬着我们每个人的脸 这样都想看眼 哇哈哈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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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每个人的脸 这样都想看眼 老妹再见 甚至有时候不好听 就算了连画风也不正常 杨迪杨子两兄妹一个不敢看一个不敢听 叔叔全靠猴把这届观众笑容了 而姊妹很多神曲名场面都能看见 怨肿发小张一山的身影 当杨子拉着张一山唱好汉歌时 虽然很豪迈 但就是感觉好像在遛狗 此外姊妹的红灯记也是一大神曲 一开嗓对面演员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主打一个自己不尴尬就是别人尴尬 奶奶您听我说 我家里表叔 说不清没有大事不得门 不过当杨子好好唱歌时 观众也是一听一个不支声 正经开嗓唱戏曲立马惊艳全场 完全不敢想这是那个搞怪的小猴子 戏腔听着完全就是专业戏曲演员 并且姊妹的声音也非常有辨识度 一首清风真的让人感觉到那种轻松愉悦的氛围 谁能想到这只是一个纸巾的广告 完全就像一个专业MV一样 而姊妹在各大晚会上的现场也十分惊艳 那个夏天谁还没听过小亲热的牛奶面包 万万没想到原唱居然就是杨子 果然不会唱歌的演员不是实力派 全能人才杨子转音丝滑地像吞了好几个C 没有刻意但是很舒服地让人忍不住听他继续唱 一场长相思直播会 姊妹眼含热泪唱着主题曲 带着无限感情唱出的作品真的很打动人 连一旁的阿念都听到流泪 可以说姊妹绝对是被低估的歌手 演唱的每一首读诚意满满好听的不得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